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特征是非常深的啡色甚至黑色的皮肤 以及黑色头发和黑眼珠等 所谓的美国本土人种 即是以往俗称红番的印第安人 虽然以往被称为红皮肤 但是亦都归入深色皮肤的人种 同样是拥有深啡色的头发和眼珠 相信以上已经包括大部分人所认知 所有人种的肤色 头发和眼睛颜色的配搭 但是原来现今现实当中 一直存在一种皮肤如黑人一般深的啡色 但是头发却是天然金色的人种 它们就是大洋洲所罗门群岛的土著 美拉尼西亚人 現今现实当中 美拉尼西亚人以及一些澳洲土著 是少数几个拥有金发的非欧药人种之一 据统计 现存的美拉尼西亚人约有1200万 美拉尼西亚人的婴儿出生时 都会有金色或者非常浅色的头发 随着年纪长大才会慢慢变得深色 但是大家以往的记忆当中 又曾否从任何书籍 电视纪录片 新闻 课本 百科传书 或者网上媒体当中 见过或者听过 有人介绍如此独特 拥有金色头发的深色皮肤人种呢? 假如你从未见过 有金色头发的美拉尼西亚人 它可能是因为曼德拉效应 令他们存在在新现实当中 第二个个案 是有关一种生果 极可能因为曼德拉效应 出现一种大部分人 以往从未见过的颜色 这种生果 就是全世界生果之中 最普遍的苹果 而苹果 也是由华牧师在信主前 玩无线电视使用过的名字 相信大家都见过 红色和绿色的苹果 但是现今现实当中 原来有一种苹果外皮是纯黑色的 大家又有没有见过呢? 自上年2018年11月开始 世界各地都大肆报道 有关这种黑苹果的新闻 黑苹果又称为加拉果 原产于纽西兰 其后被引入中国 种植在平均海拔3100公尺的西藏林芝 它的果实口感爽脆 酸甜度适中 由于生长在高海拔环境 所以害虫少 果实糖分高 不需要特意施肥 高原地区吃产的黑苹果 每个要价高达150元人民币 即是约170元港币 猶如天价 但是它没有果农 愿意种植 为什么呢? 因为黑苹果生长于气温较低的地区 因此生长速度也较缓慢 一般苹果2-3年就能成熟结果 但是黑苹果从种植到收成 要长达8年的时间 而且很多成熟的果实 都未能够达到黑色的标准 只有约30%达标 整体产量不高 都知种植成本高昂 一般消费者也不愿意购买 据了解 目前黑苹果的种植地只有500多亩 因为产量太少 厂商会联合种植产地 制作具藏族文化的黑名片 将黑苹果制作成礼盒 主供高端市场 相信售价也会越来越贵 要购买也非常困难 大家以往有没有从任何书籍 电视节目 雜誌或者任何网上文章 见过或者听过有人介绍 这种有历史以来 一直存在在世上的黑苹果呢?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极可能是因为出现了 曼德拉效应 令以往大部分人在旧现实 从未见过 甚至不存在在旧现实的黑苹果 变为一直存在在世上 第三个个案 是有关一种昆虫 极可能因为曼德拉效应 而出现了一种 绝大部分人以往从未见过的外形和品种 试问大家 以往有没有见过一种 称为熊猫蚂蚁的昆虫呢? 这种颜色如同红猫 拥有黑白亮色的斑纹 外形如蚂蚁的昆虫 但是原来它们并非真正的蚂蚁 而是一种生得近似蚂蚁 没有翅膀 无庸庸的独居蜂蚁 蚁蚁 属于莫翅木蚁蜂科 拉丁学名是Euspinonia Militaris 这种几毫米长的昆虫 因为形象酷似蚂蚁 再加上 掌相和花纹颜色有几分和熊猫相似 所以被俗称为熊猫蚂蚁 原产于智利 最早在1938年被发现 现时在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 也有零星纪录 虽然熊猫蚂蚁以花蜜为食 但是不要以为它们很温馴 如果黑白花的图案出现在昆虫身上 就依美着危险 它们就像所有蚁蜂一样性格暴裂 被针一下就需要承受剧烈的痛楚 一般的智性会在日头活动 而虹性则是在夜晚活动 虹猫蚂蚁还有寄生行为 会在其他地面触巢的风房里面产卵 当有虫枯发之后 就以寄生的蛹为食物 成年之后就以花蜜为食 大家以往又有没有从任何途径 见过这种外形如此奇特的熊猫蚂蚁呢 或者见过任何人介绍这种 绝对是令人一见难忘的熊猫蚂蚁呢 如果大家都没见过熊猫蚂蚁这种 蚁蚂蚁的昆虫的话 其实极可能是因为出现了曼德拉合影 令现今新现实出现了这种奇特的昆虫 在旧现实从未出现过